年纪大的人容易记性不好 这个吴英把我的年龄又往上涨 但是那个退休的事是真的 我想了九年 计划了六年 十四了三年 我觉得 我跟自己讲这个人生 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来 不是来工作的 我们是来享受人生的 我们是来做人不是做事的 如果一辈子都在做事的话 忘了做人 将来一定会后悔 所以我觉得四十八岁以前 我的工作是我的生活 四十八岁以后 我希望我的生活是我的工作 不管你事业多成功 不管你多伟大 不管你多了不起 记住我们到这个世界上 就是来享受经历 这个人生的体验 忙着做事 你一定会后悔 所以我不希望自己七十岁八十岁 还在公司里开早会 我的同事很生气 但又不好意思说 昨晚上呢 我到了比较晚了 马上又跟中军 二飞啊 这个田树林 我们聊了很晚 大家都聊得特别开心 回想当年晚事 十四年的中国互联网的发展 我们经历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回忆自己犯过的无数的错误 见过无数奇葩类的人 但我觉得这是最美好的经历 人生就这样 我回去以后又睡不着了 我在想这个 十四年给了我那么多有意思的经验 十五年以后 又有什么样东西 可以让我们再这帮人 再做的一起吹牛 再聊天 假如你今天不设计好的话 十五年以后一定会很倒霉 但我觉得我们这批人 昨天晚上在聊 聊得最多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这些人 都是对梦想的追踪 都有自己很好的梦 对着梦想的坚持和执着 但是中国的梦呢 我认为十三亿个人 应该有十三亿不同的梦 而不能应该把所谓中国梦 不是把全中国统一为一个梦 因为十三亿人不同的梦想 才会有今天 才会有明天 所以呢 我今天来不想谈这个IT的 未来的远战啊 弧线啊 数据啊 一会儿留给马化腾 和李彦宏那些年轻人谈啊 这个 我比他们大几岁 这个男人啊 大一岁就是一岁 爬上一个高坡往下走 速度越来越快 千万不要跟年轻人比远见 不要跟年轻人去比创新 我们 我只讲一些 作为我们这个年龄的人 观察到 听到 一些事 今天呢 讲讲 如何把梦想变成现实 如果梦想不能变成现实 那就是空想 那是瞎想 最近讲的最多的是空谈物国 其实 大家知道我不是学技术 我对IT其实真不懂 我也不懂管理 不懂产品 但是呢 我后来发现自己找一道 找到了一个地方是可以做 就是在管理 在领导力 在怎么样把一个梦想变成现实 上面 我估计 我比绝大部分的IT人 花的时间更多 刚才周教授也好 常晓斌董事长也好 讲了非常好的 未来的整个的 这个战略 这个情况 我呢 自己坐在那儿在想 刚才教授还讲到 大领导 喜欢到小地方去 其实大企业要有小作为 小企业要有大梦想 我们每个人都去 想想自己有了一些想法以后 怎么去把它变成一个现实 怎么去把它变成一个真正的 不是一个空想的 是 而且大企业的小作为 我个人觉得呢 往往是很多事情 是一个瞬间的小动作 影响了你这个企业 未来发展的决定 影响了整个企业 甚至社会的变革 无论从 我们从政治事件上 王立军事件 这么小一件事件 便引起了整个社会的 巨大的变革 企业也是一样 我相信马化腾 他们的微信 也是一个小小的 偶然的触发 形成了这个样 支付宝坦诚跟大家讲 我们就是一个小小的 一个想法 变成了个巨大的变革 所以呢 我想 今天的IT界 今天的互联网界 存在一个巨大的问题 我们动不动 都爬得非常高 都爬到卧顶上 讲大产业 大行业的发展 国家 一讲这国家体制的改革 国家政治的改革 好像政治不改革 你就干不了什么事似的 好像行业情况没发生 你不了解行业情况 你就成不了事 其实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有的人一同就说欧洲世界金融危机 我有一次去县里面听一个 看见一个县领导在讲话 世界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危机 欧洲发生了巨大的危机 所以我们现经济不好 我说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们 我还是觉得 我越来越明白 我们走到今天为止 阿里巴巴走到现在为止 生存下来 很重要一点就是 我们关心自己 如果你不关心自己 你不要以为他会关心天下 如果你关心自己的员工 自己的家人 自己的朋友 不要希望他会关心所有的人 我不太相信大公无私 一个没有私的人不要以为他有功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要想 IT发展到这儿 我们今天缺技术吗 缺思想吗 缺理想吗 不缺 所有论坛去 你听见的都是思想 今天缺的是把这些东西变成现实 我们今天很多人用了IT的技术 用了IT的思想 但是管理水平和思想 仍旧在上世纪 别人他一听机枪 他当棍子使 所以才会出现 今天到这个世界了 IT了 做电子商务了 还在撒价 还在拼的是价格 不是拼的是价值 人家说 马云你十年前也不是免费吗 十年前 即使十年前可以免费 你今天也不能免费 十年前 腾讯 百度 阿里都非常小 我们这些公司都非常小 那时候我们做免费 所有人说这哥们想找死 我看他怎么死 今天你要想再搞免费 你再想有这样的策略 你想死 腾讯 百度 阿里会帮你死 假如你还停留在上世纪 甚至五年前十年前的思想 你是不可能再活下来 中国其实要记住 互联网有今天 我认为四个特征 八个字是最关键 开放 透明 分享和责任 假如你的管理 不能具有这样的实质 开放的 分享的 透明的 承担责任 这样的思想 你的企业一定走不久 所以我希望大家记住 有梦想很可贵 但是坚持梦想很可贵 把梦想变成现实的正确方法 更为可贵 一个优秀的企业 是管理出来的 优秀的员工 是管理出来的 优秀的商业模式 也是管理出来的 不是谈出来的 在论坛上 听过也就算了 也许有一句话 两句话 你哪怕把论坛上每句话都背出来 对你帮助 只有坏处 没有好处 前段时间 我记得在这个 亚伯利的论坛上面 我听中国企业 一帮人在讨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 但是我发现一个巨大的意思是 所有人说 我这儿有个工厂 我那儿有老外招聘 我在那儿又开始 就要新的市场开拓 我说大家记住 国际化思想和国际化业务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我们中国现在 有国际化战略思想的企业极其失少 而国际化业务的企业 不 但是有很多 有国际战略的企业 未必有国际业务 有国际业务的企业 未必具有国力计算物的思想 如果国际化的战略思想 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是战略思想 体制 人才 文化的国际思想 所以我觉得在座的人 你做了你在从事IT行业 从事互联网行业 但是你问自己 是不是具有IT和互联网的思想管理和文化组织 你是不是用开放 透明 分享和承担责任的思想去应用未来 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今天 想跟大家讲的第一个事 第二 如果你不能把梦想变成现实 你就会变成空想 就会变成埋怨 变成抱怨 我中国见的最多的人 是埋怨的人 总是 今天的世界都一样 所有的人 觉得世界充满了问题 而所有的问题都是别人的问题 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 梦想是虚的 但是你必须把它做实 我觉得我们 中国也很奇怪 我们六十年代的尤其显得奇怪 动不动想改变世界 动不动就想去完善世界 动不动觉得要上升到非常高才觉得伟大 我现在这今了到了四十八岁了 吴云记住四十八 明年四十九啊 改变别人 先改变自己 要完善世界 先完善世界 要帮助好别人 先帮助好自己 如果你不能帮助好自己 一切都是下场 所以做企业呢 我觉得我们要加强管理 很遗憾 这四五年来参加了无数的IT和互联网论坛 我听见最少的东西 是如何管理好一个IT企业 一个互联网的企业 如何从组织文化人才上面去 我刚才讲员工管理 员工是管理出来的 决定一个生态系统 不是老虎 狮子和大象 我们所有的公司都觉得 遭到一个好的VP感到骄傲 但是我告诉大家 决定生态系统的决定要素 是微生物 决定一个公司最好的素质 是你的基础的员工的招聘 决定中国教育的水平 绝不是大学有多少 大学有多大 而是小学办的多好 所以第一天起 所有的IT企业的同事 记住 你要招普通的人 把他们变成不平凡 招人是多么的重要 所以我们的企业 在今天来讲 在座还有人 任何人有意义吗 无限互联网会改变世界 我相信没有人会有意义 大家会有意义吗 数大巨时代 大数巨时代会到来 大数巨时代会影响人类生活 有意义吗 没意义 怎么把它变成才是最关键 怎么把它变成 从最点滴的做起 从你自己做起 从你招聘的第一个员工做起 因为只有这样 你才也能够从梦想回到现实 所以我特别期待 而且我最怕的是那些竞争对手 动不动 讲管理 讲组织 讲文化 讲人才 把这些的企业是最大的竞争 讲空的 跑到论坛来讲大事的 基本上都没干过企业 或者企业都干得不太行的人 讲的最多的是教授 经济学家 政府官员 以及今天没干好企业的人 来讲一些回忆录 绝大部分是这样的人 如果回归到企业的本质 我们今天在埋怨政府 无非要求政府加强管理 我们埋怨自己的企业 我发现很多企业倒下去 不是他缺乏创新 不是他没有人产 而是他完全缺乏管理思想 这是管理 第二我想讲讲文化 什么叫企业文化 这强暴不是企业文化 写文章不是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就是把你的企业 做得有味道一点 不要把你的企业 变成赚钱的机器 把企业变成赚钱的机器 就是就像这个人只会赚钱 眼睛里滴律 对不对 你看见这个人 左眼这边出来是人民币 这边出来是美元 讲话全是港币 这样的人是没意思的 我们需要的是 人把你的企业变成活生生的人 有情感 有意气 讲江湖 这样的人愿意交朋友 有朋友的人生意自然会好 讲有朋友也得讲原则 原则是什么 管理 我们经常讲老板 老板 什么是老板 老板的老就是老师 板就是规矩 没有这两样东西 你是走不久 走不远 所以呢 我想在座因为很多是这个创业者 我今天讲的不讲宏观道理 我讲宏观道理领导们都讲过了 一会儿少年派的人也会讲 我们只是讲实实在在的 我们觉得在我眼里 一个完全不同技术的人的一些所谓的理解 分享干货 回到原地 做一些企业的管理 做普通员工的提升 以及对自己的解 这个你真正要把管理做好 把文化做好 你被管理和文化背后必须要强大的思想 没有思想 没有真正的一种很好的思想 你是没办法把企业做大的 我跟大家分享这两年 人家说马云你怎么神神叨叨 不是神神叨叨 我一直在觉得 中国我们很多三十三十年来 我们高速的发展 没有沉淀下来思考 我们未来发展的基础是什么 西方管理水平相当的了不起 西方的管理水平基本上以基督教文化为起来 日本精致的文化管理也相当了不起 但我们中国企业绝大部分是今天从西方学一点 明天从日本学一点 后天再学习当年那种传说的故事 然后把整个商业的管理的体系 我觉得是没有基础和相当混乱 但是我这两年在这里面中国伯大精神文化里面体会到了很多 也跟大家去思考 去分享一下 我觉得中国管理中真正的领导力的培象是我们道家哲学 道家哲学是领导力最了不起的东西 儒家思想是我们管理加强管理最好的东西 佛家思想是让你学会做人 因为你领导力很强管理能力很强的人身上一定有毒 有毒需要佛家思想的空把它化了 在竞争过程中学习太极的博弈思想是相当了好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希望你的企业做的有味道 这个味道背后什么叫做文化 文化是用来品 品就是三个口 你要能够分出这个公司跟其他公司的区别 这个公司的员工和其他公司员工的区别 只有这样做 你的公司有味道了 你的产品才有味道 你的服务才有味道 你的人才是快乐 我们每个人在阿里巴巴强调的是 认真生活快乐工作 我特讨厌认真工作的人 工作不要太认真 工作快乐就行 因为只有快乐才会让你创新 认真只会更多的KPI 更多的压力 更多的埋怨 更多的抱怨 真正把自己变成个机器 我们不管多伟大多了不起多勤奋多痛苦 永远记住做一个实实在在舒舒服服快快乐乐的人 因为只有人才是让我们最美的 最后唠叨几句我任何地方都要讲的 我们关注自己的空气水和食品的安全 人类最大的危险 中国现在最大的危险不是GDP能跑七还是跑八 跑六又怎么样 只要我们喝的水是干净的 我们的空气是好的 我们的食品是安全的 穷一点 你还能活得长一点 前几天我去了个县城 一个领导跟我讲 哎呀 我说你们的污染情况怎么样 我们上游人家已经踏悟足了 我不然怎么办 大家都怪别人 因为我的 他说我的河的上游 别人都在污染 我要不污染不就傻了吗 我特难过 我可以这么肯定的讲 这些政府一定会做这个事 我们再也不会要有更高的GDP的需求 我们需要是绿色的需求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够做一个健康的人 做企业做成功了 往往会变成不健康 不健康一个重要的标志是 唠唠叨叨的讲话 以为别人都要听 其实别人不想听了 我要讲的就讲完了 谢谢大家 首先我要